一位前美国贸易官员指出,目前美中这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僵局,将持续下去。 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使崔弗指出,美中要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大阻碍,在于双方在政策上的系统性差异。 他在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向CNBC指出,问题的核心极度复杂,可以预期的是僵局将持续下去。 是崔弗现在是律师事务所Covinten,无论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,或是美国总统川普皆明确表示,不畏惧贸易战,但市场担忧着将让全球经济脱轨。 美方宣布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货品,加征10%关税,北京随后也加以报复,宣布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货品课税。 中国官媒《人民日报》指出,中国在经历贸易战后,会变得更强大。 是崔弗表示,北京官员相信,在特定产业的计划经济,是让中国成为产业领头羊的关键,因此他们并不打算退缩。 他说,美方对北京的要求,明显是中方极力抗拒的,北京认为,这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,因此,双方都还没有准备好要妥协。 美中贸易战将局难解。 美联社 分享 美联енной 谢谢大家